謝謝大家在這麼晚的時間才能留在這裡 本來如果司法單位有問題 可以傳訊 他不需要在清晨的時間 然後出動用搜索的方式 去搜索台灣主要在野黨的主席的住處 辦公室還有中央黨部 特別是去搜索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無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們在搜索以後查扣手機跟硬碟 再拿裡面的資料去編故事 在這兩天當中可以說是極盡壓迫跟領虐 在最後答辯的時候 我直接跟法官講說 所謂的精華層840的容積率 其實當年在送進送公開展覽以後 在轉送都委會都市計劃委員會以後 我完全沒有去過問 因為作為市長不應當去過問單一個案 所以後來那個容積率840%的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事實上今年三四月間媒體開始鬧這件事情 我才第一次知道說 這個案子的容積率是840%的 所以跟他講說 這個案子其實也沒有 也在目前的所有的證據 也沒有證據說柯文哲有去干預過這個案子 最後在答辯的時候 直接跟法官說 從檢察官這兩天的詢問方式 我已經知道他們的態度相當明確 所以我跟法官說 請你不要為難 其實這一次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他扛住了最後的壓力 好 我們回去 請各位回去休息 其實今天我覺得這個法官算是 扛住所有的壓力 但是也要謝謝今天所有在場我們的支持群眾 謝謝你們 我們大家辛苦了 請大家平安的回去休息 好 謝謝大家 我們要乾脆 我們到旁邊 comm&請 行 我們在 пять fa 一定要 我們要 好